歡迎收看 新的事之 星際怪談 國外有一對夫妻發現 家中的嬰兒會自己爬出嬰兒床 或者對沒有人的角落那邊揮手 所以他們要裝一個監視器 看一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結果在看的時候 其實房間裡沒什麼 但是在監視器上面 出現了一些奇怪的畫面 父親看到這畫面覺得很奇怪 他衝上去看就沒有 就沒了 所以他旁邊是沒有擺娃娃 什麼任何的東西 沒有 那我們今天還是要談 就是卡因件事情 有請三眼神童 怪談邪惡 真奇怪 真奇怪 新奇怪談給你每次 慢慢的奇怪 大家 大家好 我是喜歡三眼神童的士 冷靜 當我們私下頭上的效果 你們就打打了 什麼啦 因為我的 1 2 3 三個眼睛都在 watching you 便利上的監視器 出現肉也看不到的 鬼井家 好爛的開頭 連大樓就會監視器 也看到靈異現象 更層次 天視器上的一舉一動 都跟你的身子有關係 三眼無聲大先生為天地共鳴 所向無敵 自我力量 視如不足 來吧 隨便分音 下一個白招 一百萬 YA 好 就是他在表演完之前 不要輕易靠近他 因為很容易受傷 對 好 講到監視器 監視器最多是什麼 便利商店 對 那便利商店裡面監視器 出現肉也看不見的人 玉琳哥 那是什麼人 商店監視器裡 看不到的顧客 是來搶食的阿飄嗎 稍後告訴你 是來搶食的 講到監視器 監視器最多是什麼 便利商店 對不對 對 那便利商店裡面監視器 出現肉也看不見的人 玉琳哥 這是什麼人 這發生在日本 日本有的鄉下的便利商店 到了半夜 真的就是沒有什麼客人 真的沒有人 所以你應該要店員站在那邊 也是不盡人情 尷尬 所以他們的櫃台後方 會有一個辦公室 所以這個故事是發生在 這個吉剛跟這個佐藤 佐藤是吉剛的前輩 等於是吉剛是菜鳥 佐藤是這個老鳥這樣子 所以他們只是夜班 那夜班他們通常都是怎麼樣 因為那個小貓兩三隻 甚至一整夜都沒人也會 所以一般他們就會 在辦公室裡面看漫畫 上網 打電腦 那一天他們兩個 又一如往常在值班 看漫畫 打電玩這樣子 然後當然 嚴角愚公還是會 廟下監視器 因為總是還在留意一下 外面有沒有客人進來 這個時候 這個吉剛 這個菜鳥 就發現監視器在這個雜誌區 雜誌區 監視器裡面出現一個女生 那個女生站在雜誌區前面 從頭到尾是手垂下來 是這樣的一個姿勢 他也沒有在看雜誌 但是站在那邊 但是就站在那邊站很久 那吉剛就從辦公室 經過櫃台 走到雜誌區 一看 奇怪 怎麼一下子這個小姐就走了 在她出來的過程當中 這個站在那邊的 短短幾秒鐘 短短幾秒鐘就不見了 那不見也沒什麼奇怪 就走了 當然說不奇怪 也是有奇怪的地方 便利商店的門 一定會叮咚叮咚的聲音 對 其實從那個女生出現的時候 進來又沒聽到叮咚聲 然後吉剛出來要看的時候 這女生既然不見了 那應該也要叮咚聲才對 對啊 就是都沒有聲音 無敵門燈 就有一點疑惑 再走回辦公室 那個還沒坐下來就跟 學長 那個女生走了 不見了 然後那個佐藤一點疑惑 走你個頭啊 走 你看 就比接日氣 然後那個吉剛一看 在啊 然後這個吉剛就跟佐藤講說 可是我剛剛去 她是沒看到的 我是沒有看到她的人 沒有啊 我還看到你 我還看到你在那邊 剛剛希望明明那女生處在你前面 你也不拍拍她 你也不問她什麼事情 然後這個吉剛就覺得 有點恐怖 怎麼會這樣 那表示說在接日氣裡面 她一直都存在的 那為什麼只有她 她沒看到 然後這個佐藤就不理她了 想說她太累了 就上自己的電腦 然後吉剛也想說 不要想那麼多 稍微有點打個盾 命一下這樣子 然後想說不能睡著 然後頭一抬 雜誌區那個女生 又不見了 然後後期心驅使呢 因為那個監視器 是可以切換的嘛 切切切 嚇死她了 那個女生呢 又出現在餅乾區 唉唷 又出現在餅乾區 然後也是一樣 動也不動 然後她就跟佐藤講說 你看... 她現在又被人在餅乾區了 因為她打盾 也是這樣子眼睛閉一下 那個大概就上秒鐘的時間 那雜誌區離餅乾區 因為餅乾區在最裡面 那個正常走 大概也要十秒鐘 她怎麼有辦法 她把她眼睛一閉 然後眼睛一睜開 她就瞬間移動到餅乾區去 那佐藤開始也覺得說 好像有點怪 鬼異 然後正在覺得怪的時候呢 突然那個女生 在餅乾區又不見了 那一不見以後 兩個人就慌了嘛 互看一眼 趕快切換 看看那個飲料區 看看那個日常用品區 一直切... 都看不到這個女生 完了 那兩個正在慌的時候呢 登... 辦公室的電話響了 然後那個電話拿起來 也沒有回應 然後正在沒有 然後一掛斷的時候呢 那個時候 那個佐藤 進呼一聲 尖叫一聲 因為她看到這女生出現在哪裡 因為剛剛不是各個區域 都看不到嗎 發現這女生 已經不曉得什麼時候 跑進走進櫃台裡面了 我知了 離她們越來越近 那個櫃台離一個門 就是辦公室了嘛 而且這個時候女生呢 是背對的 背對監視器的 所以她們只能夠看到 這個女生的這個背影 一樣是雙手下垂 拿背對的這個攝影機 然後兩個不曉得怎麼辦 想說是不是要討 那正在想說 要怎麼處理這個事情的時候呢 嚇死人了 那個女生本來是背對監視器 對不對 突然一轉頭 一轉一個一百八十度 整張臉 就露在這個監視器的正前方 也就是說 她們透過這個 在辦公室的這個監視器裡面 就看到那個女生的臉 就出在她們前面 然後這個一慌張 這個佐藤一慌張 即馬把電源關掉 不要太可怕了 趕快跑 一關掉 一關掉以後呢 熄滅 熄滅以後 又打開 這時候那個女生的臉 更貼近了 關不掉 關不掉 這個時候呢 佐藤跟吉剛 再也沒辦法再 我在辦公室 兩個人叫 逃啊 老鳥呢 牠就 就一個箭步往前衝 就衝往這個辦公室的後門 然後吉剛在後面呢 就聽到這個老鳥 這個佐藤跑沒幾步呢 感覺好像是 撞到什麼玻璃的聲音 然後吉剛因為 那個沒有跟上腳步嘛 等到再跑到那個 乒乒乒乓的聲音的時候呢 看到一幕慘絕仁寰的畫面 真的喔 那個老鳥啊 佐藤的頭啊 因為那扇門喔 那扇門的那個上方 有一個四方形的玻璃窗 牠看到佐藤的整顆頭啊 在外面啊 好像被什麼力量呢 抓住頭髮 然後整顆頭是 穿過玻璃 感覺在後面一隻手呢 把它抓過來 要退回去 要抓過來 要退回去 所以佐藤整張那個臉啊 被刮到 整個被刮爛 然後透過那個玻璃的 那個縫隙當中 看到了誰在抓這個 老鳥的頭 誰 那個女生不曉得什麼時候 出現在這個辦公室的後門 然後再弄一弄 所以整個那個景象太嚇人 所以吉剛當場也就昏倒了 那昏倒以後呢 等到再轉型過來的時候 旁邊已經圍了一堆人 因為好像那個他們有 那個公司那邊 有人要聯絡他們 可是聯絡不到 不曉得發生什麼事情 在旁邊圍了 那個三個公司的工作人員 好 然後吉剛悠悠轉型 地上都是碎屑玻璃 還有血跡 但是呢 他的這個老鳥 那個學長 不見了 佐藤沒去 佐藤沒去 那佐藤從此以後呢 就人間蒸發了 就不見了 你找不到佐藤這個人 往後的日子可怕了 那個便利商店最後是關門 關門大吉 因為後面的員工 只要是職業班的人 每次在半夜兩三點的時候 只要看監視器 都會看到變成什麼呢 不是那個女生 是看到一個男生 而那男生的隱約 就是那個老鳥坐騰 一定要會站在雜誌區那邊 我差 用同樣的姿勢在那邊 要不然就突然就不見了 又在餅乾區 或者又在櫃檯 就變成好像有點這個 抓交替的這個狀況 所以後來就乾脆就關門大吉 然後那個原子 又改建成這個 整個神坦佛坦這樣子 這也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其實在這個便利商 職業班除了會遇到一些 麻煩的人之外 還是會遇到一些怪異的事情 對 還有一個職業是最慘 他跟那個監視器是 形影不離 警衛 對 警衛在看大樓監視畫面的時候 出現了靈異現象 結果把他 嚇破膽 沒錯 這個警衛是我有客戶 他們在桃園 他之前在這個大樓 有個桃園的社區 在台灣 對 在台灣 而且是在桃園發生的 那桃園其實還有很多新的建案 其實他們那個大樓裡面 例如說他的廣場 電梯 停車場 還有那種資源回收廠等等的 只要是公共地區 大部分都會設這個監視器 而且他們的監視器 是每一個家裡打開電視 就可以看到說 這個大樓社區的一些狀況 所以它是保障這個住戶 大家的安全 還有就是說 有哪些客人進來 他都可以知道 那其中有一個 那個我們講大嬸好了 這個大嬸他平常都沒有工作 他其實每一天都很活躍 在這個社區裡面 而且這大嬸 閒來沒事 他都是會看這個監視器 打開電視 真的 他就看 看說如果是誰 垃圾沒有分類好 然後或者說誰進來什麼的 他就會去 直接告訴那個所謂 或管委會這樣子 那其中這個大嬸 盯上了一個 他們隔壁洞的一個女生 他突然觀察到說 為什麼這個女生 每次到社區門口的時候 都是有一台車 一台很高級的車 然後讓他下來之後 然後他就上去 然後就那個男生都沒有下車 都在門口而已 然後偶爾 這個男生會進來就在家裡 但平常這個家 都只有這個女生在住 所以這個大嬸就很合理的懷疑 這個女的一定是個小嬸 是 包養的 對 包養的 經過一陣子驗證之後 確實這個女的是小嬸 但小嬸通常都不會承認 自己是小嬸 就算她是 她也覺得 我不想要別人這樣說我 當然 她也 閃轉知道說 這個大嬸都在說她壞話 所以這個小嬸 決定就想說 好 我一定要來參加 這一次的這個活動 然後她也把她的老公 就是地下老公一起帶過去 她就要證明就是說 其實她不是小嬸 她想要營造這種氣氛 就對了 對 因為她對外就是說 她老公是在國外工作 所以她可能常常就是 不常在家裡等等的 所以她編了一個很美的故事 就不當也帶去就對了 對 但連理之間 都知道她是小嬸 只有她自己想要偽裝她不是 好 後來其實 他們去泰國旅遊的時候 小嬸跟她男朋友 就老公也去了 然後這個大神 三姑六婆大神 也一起去了這一個團 然後此行 他們出去的時候 他們就例如說到機場 到機場 然後到一落地的時候 這個小嬸跟她的老公 就在一個地方 遠遠一處 然後就看到一個人 這樣走過來 然後那個人穿著的衣服 就有點很怪 就感覺有點像修道士又不像 然後滿臉的鬍子 看起來像髒兮兮的 然後這個小嬸就 在旁邊就跟她老公說 你看那個人這麼奇怪 然後心裡就很低估 然後剛好隔壁的大神 就聽到他一講 然後那大神就說 你這個人怎麼瞧不起別人這樣子 開始就講了這一段 對 然後就開始講說 你這麼好像自以為很高尚 什麼 你還瞧不起別人 還說別人穿著打扮這麼怪異 那後來這件事 他們完了回國之後 確實這個小嬸 回來開始跟她老公 男朋友就吵架 然後而且感情非常不順 然後每天都是買醉回家 就因為泰國事件回來 這個小嬸的行為變得很怪異 後來他們鄰居就告訴他說 你是不是怪怪的 感覺你的氣色很不好 因為他們家鄰居 有一些人可能有拜拜 有修行的 就直接跟這個小嬸說 你是不是有這些狀況 那你要不要去給看醫生 或是給老師看一下 後來他們就確實 這個鄰居有帶這個小嬸 去給那個 就是類似宮廟 有修行的老師看過 是 後來他也知道說 被下降頭 那為什麼被下呢 對 誰下 好 被誰下 就是去泰國的時候 他去玩 然後剛好這個小嬸 不是在討論說 那個人怎麼穿那麼乖衣 什麼 然後心生就瞧不起這樣子 結果那個穿著很怪異的 其實就是降頭師 這什麼意思 對 當他內心這樣想的時候 其實他就有被下降頭了 然後他回來之後 他確實 想就被下了 就被下了 我們不能亂想 對 就是你看到這些 很奇怪的一些異象的時候 你都不要去想他 就說他是帥 你就假裝沒事就好了 你也不要一直盯著他 然後感覺好像有點瞧不起 是 那結果他就是 那個老師就說你被下降頭 然後這個鄰居 是不是帶這個小嬸去 去了之後還知道 這個小嬸剛剛講說沒有錯 他回來之後人很不舒服 而且確實他跟他男朋友 鬧了分手 然後感情非常不順遂 然後他就想說 好 那跟老師幫他處理之後 就帶他回去 然後感覺上有好一點 但是還是沒有叫他老公 回來這個家庭都沒有 然後後來這個大嬸 這個大嬸就開始抓到機會 一樣在那邊 一直到處講他壞話 然後說這就是報應 這就是你做人 就不能做這種缺德事 講人家壞話又當小嬸 就開始逮到機會去講壞話 那說得也很奇怪 自從這些事情發生之後 我這個客戶當所謂的那個朋友 他就想說奇怪 有一陣子都沒有看到 這個小嬸出門 那是不是想說他身體不好 因為只聽到鄰居都有說 他是不是有去給人家收金 可是收回來之後 好像已經有一個禮拜 快半個月都沒看到他 那有一天因為他們都很習慣性 在交接班 在半夜的時候 然後就看那個監視器 然後他就看那個電梯 然後他就看那個隔壁洞 例如說A洞 然後那個小三就坐那個電梯 這樣下來 終於看到人了 他就說他想說安心了 然後那個小三就那個人 坐到電梯裡面的時候 他會看著監視器 就是抬頭看那個電梯裡面 那個螢幕這樣看 然後看的時候他就說 為什麼他會這樣看 然後那個女生還跟他這樣打招呼 打招呼 然後他想說這個電梯 照理說他是挺到那個大廳的 應該要走出來才對 結果 都沒有人走出來 然後那個守衛想說 那應該是他又去了地下室 結果就不理他 然後這個情況連續兩天 三天都是在到半夜一兩點 看到這一個女生 從那個電梯這樣下來 可是都沒有人知道他去哪裡 那結果有一次就是 A洞的那個鄰居 就聞到說 就大概第四 大概第七天的時候 就聞到有一個很臭的味道 完了 非常臭 然後是從那個小三的家出來的 然後他們就報警 請警察去看 然後一打開門 而且是死了 就是依照法醫的那個鑑定 是死了第七天 就是他頭騎的那一天 對 然後其實他們 當那一天看到電梯那個有沒有 上下那個 其實那個時候就已經死掉了 他們看 他可能就是小三要透露這個訊息 告訴大家說 其實他已經往生了 希望大家去關心他 可是他在法醫進去的時候 看到他的死狀也是很慘的 他怎麼慘法 就是他死的時候 他是 咬了一撮頭髮 排除他殺 可是說自殺又有點不像 因為死狀很慘 然後他這個頭 他因為死了第七天 然後他這個 這裡面就塞了很多頭髮 然後還有一些衛生紙 什麼都散落在那個 他據說現場就是很多衛生紙 很雜亂 然後可能他們就在研判說 是不是因為這一個 當初那個泰國的醬頭師 下了醬頭之後 讓他就是變得精神恍惚 所以他的醬頭沒有解開 沒有解開 然後他們進去他們家的時候 又發現這個女生 拜著好像神明 又不像神明的一個 一個玩偶這樣子 看不出來是哪一個宗教的 他們就是大家研判想說 應該是這個女生本身 他就亂拜 然後又這樣又卡著 自己本身又卡著一些 無形的那個陰 他本來就拜陰的 就拜陰的 然後又被下降頭 過個幾天半個月的時候 這個愛講到壞話的大神 有一天他送醫院了 就半夜 緊急 終於該輪到他了 對 後來輾轉之後說 那個大媽有一天 他也是閒來沒事看電視的 監視器 然後他就看到 這一個女生 就是在 他就轉到那一棟 A棟的那個電梯間有沒有 他就看那個電梯 一轉過去 然後他就看到那個女生 就這樣瞪他 就那個臉出來 就這樣瞪他一下 然後他想說 他是不是看走眼了 看錯 然後趕快把電視關掉 轉掉 然後轉掉的時候 他就跑去窗台那邊陽台 往A棟那邊看 他就看到窗戶 那個女生 在跟他揮手 在跟他揮手 他就有點像 他就是因為看到這一幕 他嚇到沒辦法講話 結果他也真的是得到抱怨 他送醫院 因為他是太緊張了 就是有點類似心肌肯散這樣 然後就昏厥 然後被家人送去醫院 然後他在醫院 在恢復的時候 他有一個禮拜 都不能開口說話 所以後來這個大媽 也因為太害怕了 所以他就搬走了 那搬走之後 因為這個小山在這個社區 其實被人家傳到 已經亂七八糟了 那這個房子 其實也沒有被處理掉 但是後來聽我這個朋友說 他們每次在值班 半夜值班的時候 他們有例如說 有兩三台電梯 那半夜的時候 通常只會開一台電梯 然後有其他兩台電梯 都是關閉的 因為可能要省電之類的 那後來他說 那個關掉的電梯 就很奇怪 只要是A洞那一洞 關掉的電梯 半夜他還會自己升降 然後他還會自己跑 明明就已經關掉了 他還會跑 然後跑到大廳的時候 會打開 然後據說就是打開的時候 都會有那種風 陰風這樣吹過來 後來大家都不太敢去值 半夜的班 然後我這個朋友的話 我就離職了 因為他也很害怕 雖然跟他沒有關係 但是他覺得這個社區 已經沒有那麼平靜了 不安寧 對 後來他就離職 對 這個人言可畏 對 就亂講 害了一條人名 也說不定 但是當然他自己也 先講人家了 所以那個醬頭師 也是恐怖的 不是那麼容易解的 沒錯 是 那個接下來查看那個 停車場的露營帶 他會揭發一個血案的祕密 怎麼會這樣子 好 這是日本的一個故事 日本的這個斯文的男子 叫做小林 小林 他最近很衰 他的老婆臥在床 然後他的兒子跌斷了手 那他最近更衰就是 他的寶貝愛車 他最寶貝他的車 他有三輛車 都陸續被刮 所以他就去停車場 要去調監視器 那管理人就是說 我們不可能把監視器 錄影帶調給我們的居民 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的小林斯文男 就抽出了警場鈔票 日圓就給他 就可以看了 他看到了第一天的 監視錄影帶 因為停車場的監視錄影器 是會跳的 他有ABC三大區 他的車停在A區有三輛 停在A區 排A區 排P區 排C區 大概都會停15秒這樣跳 對不對 所以他看到錄影帶的時候 看到大概是深夜一點半 跳到他的A區 他的三輛車 一片綠色的 綠灰灰的 15秒之後跳到B區 跳到C區 又跳回A區 清楚了 所以才剛剛那個畫面綠 現在又是清楚了 清楚的畫面 他的車燈已經被打破了 所以就是說這個人很快 在算那個時間 在三四秒之內 打破馬上就跑掉 好 他在找第二天錄影帶 第二天錄影帶 一樣是ABC這樣跳 一樣是一點半左右 跳到A區 先是綠色的畫面 B乾淨 C乾淨 回到A又是乾淨的畫面 這個時候他拍到了 他拍到了他中間那個轎車 在日本人是右駕 在右駕的部分的車門那邊 有人在渡 可能是哪個煎物在渡 所以他拍到他的頭 跟他用力的感覺 但拍不清楚 這是個男生 是個女生 是個什麼角色 都拍不清楚 是 他心裡想錄到了 可是沒有錄清楚 他猜 接下來一定是他的跑車 他最寶貴的跑車 所以他又塞了鈔票 給停車場管理員說 幫我特別注意 明天我會來抓 但是你還是幫我特別注意 第三天 他睡過頭了 他本來想一點半來抓 他睡到快要四點鐘 醒來驚喜說 不會吧 我的車應該沒事吧 現在都沒有聽到 嗚一嗚一對聲音 應該沒事吧 就到停車場他的A區 看他的跑車 他的跑車 被人用大概是用 羅賴巴 羅斯起子 連續順時針 刮了三圈 走了三圈 他氣死了 衝到管理員裡面 管理員正在打歌曲 他把他叫起來說 不是叫你好仔細看嗎 你都沒有聽到 偶一偶一的聲音嗎 他說沒有... 我剛剛才睡著的 所有都沒有任何人進來 不可能的 他說我要看電視器錄影帶 結果調出來看 今天 他現在是四點鐘 他在看一點半的錄影帶 一點半 先是綠色的畫面 B區又沒事 C區沒事 跳回A區清楚 這次拍到了 他拍到了一個 女生走進鏡頭 只看到背影跟長長的頭髮 但再怎麼清楚 監視錄影帶的畫面 還是不清楚的 所以那個女生 就走到他的休旅車 走到他的轎車 走到他的跑車 轉過來 面對監視錄影帶 開始要轉順時鐘的圈圈 鏡頭開始跳到B區 跳到C區 又跳回A區的時候 他已經轉了第二圈了 要 他就是咯...這樣咯 然後第三圈的鏡頭 又跳 所以看到那個心疼 他現場直接看到那個女生 是個女的 他不知道是哪邊的鄰居 覺得似曾相似 我根本沒有見過這個人 他怎麼在掛我的車 他非常的憤怒 就跟管理員說 我要看整個大樓的電梯 入口的錄影帶 我都要看到 一定是鄰居 這一定是針對我的鄰居 不然太奇怪 不可能連續三天 管理員就說 我們不可能提供錄影帶 他就是想要錢 是 我們這個斯文男小人 就砰... 把他重擊 這個管理員 當場幾乎快昏過去 牙齒也斷了 鼻子也斷了 他更氣 這個小人還沒有整個火 安全帽 電腦印表機 都要往這個管理員身上砸 管理員已經血泊當中 躺在旁邊 他根本不是斯文男 他是壓抑很久的暴力男 他有非常嚴重的暴力緊張 可是他現在一把火 想要殺人 這個女的我一定要抓出來 所以他自己開始找錄影帶 把所有一點半 各個出口的錄影帶 一點半的錄影帶 調出來看 沒有任何人進出 所以他要把錄影帶 自己這一拳H錄影帶 放進去 一樣是先綠畫面 再跳到B 跳到C 回到剛才所看到一模一樣 這個女的進了監視器 然後開始刮三圈 這女的就盯著鏡頭看 他覺得太奇怪了 前兩天這個女的都躲躲閃閃 為什麼今天一直盯著他看 他就仔細看這個女的 到底是誰 這個時候鏡頭裡面 出現了一個男的 衝進來鏡頭裡面 跟這個女的對峙 那個男的顯然哪有武器 跟這個女的對峙 這個男的 鏡頭裡面的男的 就跟這個女的對幹起來了 沒兩三下 男的就倒在地上了 所以小玲嚇到說 這個女的也太厲害 他到底拿什麼兇器 可以把這個男的也撂倒 可是這個男的 為什麼看起來很熟 我在哪裡看過 這男的到底是誰 因為這個女的 打完這個男的 還在看攝影機 他開始找 好 找到管理員的抽點 有把大狼頭 好 如果你現在躲在我的車裡 現在我們就來 好好解決這件事情 你刮我三次車 就走出了管理室 管理室只剩下 流著血 還有一點點意念的 管理員看著監視器的 所有的事情 我們的小玲走到A區的停車場 先看到自己的休旅車 再看到她中間的轎車 接著看到她的跑車 看到跑車的時候 這個女的就站在前面 她想 原來一點半到四點 你都沒有離開 可是我剛才才沒有看到 地上也沒有血跡 她整個都不管了 拿起狼頭就要衝到前去 要殺這個女的 衝 忽然緊急剎車 對峙了 跟這個女的就對看 對峙了 然後就忽然叫 不可能 不可能 突然叫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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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衝上去要打這個女的 面無血色的女的 對她冷笑之後 就從她的脖子這邊 拔出了長長的螺絲起子 事實上這個螺絲起子 是一直插在這個女的這個地方 所以她拔出來也沒有血了 因為她全身都乾乾的 就開始對這個男主角 小玲開始揮一揮一揮 男女要求她 求命啊 不要再搓了 求她 小玲躺在血泊當中 這一切 管理員都看到 事實上剛才小玲目睹的這一切 是一個跨越時空的錄影帶 她先看到一點半她的車被刮 可到後來居然在錄影帶中 提前看到自己也進了錄影帶裡面 剛才那一診斷是預知 她待會會降死掉的 所以她提前看到的這一段 管理員也統統看到 覺得莫名其妙 這怎麼兜得起來 太奇怪了 後來警方來了 發現這個小玲的身上 被搓了七十八個洞 也就是說全身上下 有皮膚的地方都被搓洞 血流如注 那管理員已經奄奄意氣 只好說可能是個女的 完全沒有任何的 其他的目擊者跟資料 沒有想到日本的 北部的縣市 因為電腦連線的關係 查到這個案件 就跟現在小玲所在的 這個案件的所在地的警方聯絡 跟她說我們也在找小玲 那現在這個警方就說 你為什麼找小玲 她說 十年前未婚妻找到了 我們還不知道 這件事情 她說十年前 她本來跟一個女生結婚 那個女生有嚴重的憂鬱症 逢到人就跟周邊的鄰居說 我要死了 我要自殺 我要自殺 我要消失在世間了 所以當然有一天真正消失了 大家都不覺得奇怪 果然她真的消失 也找不到大體 一找 找了十年 在四天前挖到白骨 也就是她被車刮的第一天 四天前挖到白骨 這個女的顯然不是自殺 因為她的脖子這邊 骨頭都斷了 那現在要找小玲 小玲死了怎麼辦呢 就問問她的家人吧 不然誰有動機 還找不到動機 就問小玲現在的家人 剛才說到她的妻子 現任的妻子 她在八年前結婚 現任的妻子跟小孩 一個重傷 一個手臂 因為跌倒的關係斷掉了 都是假的 所以從頭到尾 小玲是個暴力男 那唯一跟這件事情有關的 第一個就是她的妻子 現任妻子 現在其實被打得這麼慘 不可能在停車場殺人 以前的未婚妻的家人 找不到證據 所以這件事情 從十年前的懸案 變成找到白骨 現在小玲又多了一株懸案 故事就結束了 沒有想到三個月後 我們的管理員身體硬朗了 恢復了 又可以上班了 她就回到這個停車場 案子還是沒有結 找不到凶嫌 女凶嫌到底是誰 所以管理員 就回到了停車場 上班 只上了一個晚上的班 就決定退休永遠辭職 這個管理員 當天去上班 也就是三個月受傷之後 回去上班的那個晚上 管理員又獨估睡著了 他們一進到停車場 就很容易就睡著了 可是大家張開眼鏡 一看的時候 看到了她的現場 直接播放的電視螢幕 跳ABC三區 通通都是綠色的畫面 以前只有A區 現在ABC都是綠色的畫面 她心想 蕩氣了 又蕩氣了 怎麼會是綠色的畫面 東拍拍 西拍拍 然後她就看到這個綠色 綠灰色的畫面 就越來越明顯 越來越窄 在螢幕當中出現了一個圓圈 越來越窄 最後變成一個小點 其實這是一個女鬼的瞳孔 所以等於是這個女的是貼著 鏡頭讓你看她的眼珠 她的眼珠就是 死無生氣的一個綠色的眼珠 現在她飄在辦公當中 直接就對著鏡頭 也就是她知道管理員在看她 就跟她比 不能講 所以這個管理員 當天就辭職 並且一輩子都不再談這個案子 那是恐怖吧 警衛這太辛苦了吧 對啊 監視器裡頭 記錄了這麼多驚悚畫面 緊接著我們就來看看上星期 在玩不倒翁跌倒了 這個招靈遊戲的娜娜 這星期又會發生什麼事呢 在上回影片中 娜娜完成不倒翁跌倒了的 恐怖實驗 沒想到真的引來 傳說中的搭尖與鬼 緊接著要執行十字路口 敲飯碗淫鬼的恐怖實驗 沒想到娜娜卻被突然現身的 黑星導演嚇了一跳 朋友 你還好 我還找你 你要現場嗎 好痛 好痛 等一下我跟你講 就是這裡剛 剛站一個人 鏡子前面嗎 對 太噁了 他就站在鏡子 不是站在這個 我的空間是站在他的後面 出現兩次 他根本不是忽然出現 他是這樣子站著 你有拍到他嗎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 架機器往那裡拍 因為我這個兩個都拍我自己 但他們似乎進不來這裡對不對 對啊 還是你要在這裡做那個 做哪個 飯的實驗在那邊燒香 你真的要做飯的實驗 對啊 上次不是說那個太噁心了嗎 娜娜在這個詭異空間裡 一再看到的人影是誰呢 在經過下一個燒香敗飯的 趙琳遊戲之後 是否就連鏡頭也會拍到呢 不好意思 打擾了 我們今天是來錄節目 那我現在這邊有碗飯 我會插餐豬箱在飯上面 如果你們餓可以來吃 希望可以 就是你們可以跟鏡頭說哈囉 但不用跟我說哈囉 謝謝你們 插上去囉 那你就坐在座位上 把影片看完吧 我不要看影片啦 你又拍不到影片 有聲音 等一下 起風了啦 你浪的地方 你帶筆電旁邊那個蠟燭 然後你看後面那個蠟燭 蠟燭在封在去咬是不是 對啊 我們密閉空間 來了啦 不好意思打擾了 你就乖乖坐著等槍掃完就好了 我認真你 拜託你跟我講話好不好 好 我覺得這太可怕了 槍壁上有刮一把 你現在是閉鞋的嗎 有沒有看到 嗯 欸 Fuck 機器沒教 喔 好了嗎 沒有欸 他 哇 他完全前面是懵的 欸 我拍我的臉是OK的啊 但是拍他拍不到 我覺得我可能拍到了 喔 那一團布是他對不對 欸這個太可怕了 可不可以過來聊一下 不要 好嗎我們會趕進去 欸真的要吃完喔 還是我們去買一個什麼 香菇肉燥罐頭 你比較好下班 可以嗎 可以啊 好 這樣會不會冒煩 啊 這樣會不會冒煩 啊 啊 啊 阿伯啊 有東西碰我的腳啦 誰碰你的腳 我XX的跟你講 真的啦 我跟你講真的太巧合了 太玄了 不是我想要怪力亂神 我 我剛剛不是你 我說真的嗎 可是我們就只 就是只請人家吃飯 然後我們自己拿罐頭配飯 對 那他們 你還會 是這個概念嗎 我就 我正要跟你講說 這樣會不會沒禮貌啊 欸等一下啦 我真的不行了啦 有東西摸我的腳啦 我跟你講真的啦 我根本什麼東西都沒有 啊 啊 啊 我不想講 太可怕了 說我飯還要拿去哪 飯要拿去哪啦 那不要入好了 喂 有聽到嗎 我有聽到啊 有聽到嗎 欸我昨天 喂 喂 聽到 聽得到 好 我們這次通房終於順利了 好 好 然後 你拿在那一碗 嗯 飯 嗨 回到你的基地台 不好意思打擾了 不好意思打擾了 誰在敲 我 那間有裝備在敲 我回來我這間了 然後咧 你到我的房間了嗎 我到這個空間了 還有鐵卷門 面對鐵卷門的右手邊 有一個出入空間 對不對 對 出上 進去裡面 你一次講完啦 我有個心理準備啦 就吃兩口飯之後 就往地下看就好了 吃 兩口齁 吃兩口就好了 像會弄掉 我吃了 往後面看嗎 沒有看到什麼 沒有看到什麼 雖然最後沒在彎腰時 見到靈界的朋友 但是先前經歷的種種 已經讓娜娜魂不附體 為了避免真的遭遇 異世界的侵擾 我們還是請老師幫娜娜 靜身以策安全 對 外灘櫃的戲 下次見 接下來也是講監視器 監視器上面的一舉一動 都跟你的生命威脅有關係 此話整講 好 我現在要講的是一個大學生 生大士的大學生 因為他是 他叫小楊 因為他念觀光系 想必他這個之後畢業 也是想要在這個飯店服務業 或是旅遊業服務 那趁這個暑假的時候 就找了一間飯店打工 飯店也跟他講說 那你就坐櫃台 所以小楊這時候實習在飯店 是從晚上七點 到早上七點的這個班 那因為這個飯店有八層樓 所以最後的兩台監視器 其實就是分割成四畫面 就兩個 剛好是八個畫面 就剛好是各個層樓的 走廊的那個畫面 然後另外兩台 一個就是大廳 一個就是停車場 就是大概是這樣子 但是他常常覺得很有趣的是 他上班的時候 譬如說他晚上七點上班 大概到凌晨一兩點的時候 他手機就會響 就有人傳LINE給他 通訊軟體給他 就跟他聊天 一開始他想說你是誰 後來那個人回答他說 小楊 我是阿劉 我也是 我是你那個 你是接我班的 那個新來的實習生 然後那個小楊想說 接你的班 可是我上班到現在 我也沒有跟你交接過 我不是接你的班 跟我交接的都是一個 叫小偉的 然後阿劉就說 對啦 因為我自己 有在兼差 所以我都有跟公司 特別說過 我就是在你 你晚上七點到 其實我都六點就下班了 我後面還接了另外一個班 那公司就特別 准我找一個小時走 那你都七點就下班了 那我是八點上班 所以我們兩個的上下班時間 都剛好錯過一個小時 但我知道你這個年輕人 是你來做大夜班的 反正我知道 你做大夜班很無聊 他說反正我現在 我兼的另外一個工也無聊 我來跟你 我就LINE跟你聊聊天 教你一些事情 這個飯店業美感很多 那小楊有時候就會覺得 這是無聊得要命 怎麼這個人都一直在說教 好像是我上班 都不認真一樣什麼這樣子 然後有一次也沒理他 突然有一天晚上 小楊就看見 那四格的監視器裡面 其中一層樓 他就看了一下 八樓有一個上班族 西裝筆挺的 趴在八樓的走道上 然後小楊就想說 奇怪 是不是我剛剛低頭 玩手機太認真 還是我剛剛又去哪裡 偷懶的時候 怎麼有人進飯店 上八樓我沒看到 然後還趴在八樓的走廊 然後因為櫃台 也只有這個小楊一個人 他就趕快通報清潔工 通報一下 麻煩你去八樓的那個 走廊看一看 結果大概過了五分鐘 清潔工 walkie talkie回報說 又好好的 小楊再看一下監視器 人不見了 然後小楊就想說 那可能那個人就 那個清潔工到的時候 那個可能自己又爬起來 又走了吧 反正他也沒有 一直盯著那個看 又過了一小時 他一晃到監視器 那個人又趴著 這一次趴到了七樓 他就跟那個清潔工講說 不好意思... 剛剛那個八樓的人 好像又找不到房間 又坐錯電梯還是幹嘛 現在在七樓... 麻煩你再去七樓幫我看一下 那在等待清潔工到的時候 小楊就想說 來看一下那個房客在幹嘛 他就特別把七樓的 這一層樓的這個監視器 這一個小格 就放大到另外一個監視器來了 那放大看的時候 他就看到 其實那個趴在地上的 那個上班族 其實他是有緩緩的在爬 是有緩緩的在爬 是在動的 對 是在動的 但是動得很緩慢 可能喝醉了 然後手是有慢慢這樣子 慢慢舉起來 可是感覺又沒有力 然後又放下來的這樣子 然後他就看到 這個趴在地上的這個上班族 對著鏡頭 嘴一開一合... 然後一樣慢慢... 在前進 手又舉起來 又放下 這樣 他對著鏡頭 嘴巴有在動 小楊就想說看仔細一點 想說這個人到底是想要 說什麼東西 或是嘴巴在講什麼 就他仔細再放大看的時候 他發覺這個上班族的罪行 是在說 救我... 然後那個人就越爬 就離著這個監視器越近 他的頭就越看監視器越近 就救我... 小楊就本來心裡還在納悶 想說是什麼 後來也不自覺的 就跟著念說 救我... 你是在講救你嗎 救我... 他正在想說救你 要救你什麼 突然他往旁邊一看 旁邊就出現了一個聲音 救我... 越來越清晰的求救聲 是誰發出來的 稍後告訴你 他要救我 他要救你 他要救你 突然他往旁邊一看 旁邊就出現了一個聲音 救我... 那個人就站在櫃台 站在小楊的旁邊 就站在他面前就說 救我... 你為什麼不救我 我就非常兇的 跟他貼得非常近 那小楊當然二話不說 把手機一拿就往飯店外面跑 然後跑... 跑不久的時候 他的手機又響了 然後是一則訊息 然後一則訊息 就是一則語音訊息 上面就是一個聲音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語音錄 給他聽 那小楊當然就隔天 也不敢去上班 然後就在家人 他就跟家人講說 因為還是大學生 回家就是下了個半死 一直到早上都沒有辦法睡覺 然後手機又出現了 這麼奇怪的聲音 後來再跟家人講這件事情 家人就帶他去 認識的一個宮廟 然後問師傅說 小楊到底怎麼回事 怎麼會是上個夜班 人變得這樣怪裡怪氣的回家 家人很擔心這樣 一個好好的大學生 又要畢業了 然後師傅看了一下 師傅就跟小楊說 你的身後佔了一個 穿白襯衫 黑西裝褲的上班族 然後小楊就說 阿劉 阿劉不是每天都跟我在 上大夜班聊電話 聊天的阿劉嗎 然後那師傅就說 阿劉其實在你值班的某一天 然後小楊就說 怎麼可能 我在上班的時候 沒有發生這件事情 然後後來師傅才告訴他說 為什麼阿劉要跟在他後面 因為阿劉那天也是因為 小楊在上班的時候 可能白天上課太累或幹嘛 上班的時候又在打瞌睡 那你打瞌睡 你本來以為只是瞇一下 但其實你有可能瞇一下 十五二十分鐘就過去了 然後那一次是 剛好那個時間點 阿劉也進了飯店 然後看到這個值班的 大學生在睡覺 他也沒叫他 就直接坐電梯上了八樓 但是上了八樓之後 可能阿劉自己本身的身體 有狀況 突然就是氣喘 然後喘不過氣 直接倒在那個八樓的走廊 然後倒在八樓 因為照理來講氣喘 或者是你突然這個心肺功能不好 你其實也都是還是有救的 如果有人可以看到你的話 所以他那時候 其實是對著監視器 阿劉是對著監視器 就是一直揮手 但是小楊就是在底下 一直在打瞌睡 在偷懶 沒有在看那個監視器 然後就大概揮手 揮手了不久 其實阿劉就在八樓那個地方 往生了 對 然後小楊是根本不知道 有這件事情發生 那所以間接的其實 阿劉他心裡面就會覺得說 我其實就是一個 很簡單的求救的訊號 你都沒有收到 所以我才需要給你一個教訓這樣 所以從此以後 小楊出社會 就成為一個正正當當的好男兒 上班不會打瞌睡 也不會偷懶 因為他成為警衛組長了 天啊 監視器其實有時候很精采的 只是看你有沒有膽子看 今天謝謝大家 3 3 4 7 7 8 8 9 新教練 20